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买车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 不过随着车辆的增加 问题也层出不穷 不仅交通越来越拥堵 很多司机还因为无视交通规则 酿成了许多惨剧 酒家应该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违规了 因为酒后人的大脑非常不清醒 不管做出什么反应都会慢慢拍 所以交警但抓到酒驾以后严厉惩罚 于是很多人都想问 喝了酒以后把遮裂在路边算不算酒驾呢 早些年喝酒以后把遮裂在路边休息 是不算酒驾的 但后来有人利用这个漏洞 来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所以从2018年1月起 只要被发现喝了酒以后坐在驾驶份上 不管你是停在路边休息还是站在驾驶中 都送坐酒驾 让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 在喝酒驾时遇到交警盘查时 停车熄火 假装自己休息来躲避惩罚的花招再也行不通 大家都知道血液的酒精浓度达到一定标准 就算做酒驾或者是醉驾 酒驾会被扣12分 罚款1000元到2000元不等 暂扣驾驾6个月 而醉驾就更严重了 被吊销驾驶执照后 5年之内都不能再次申理 如果醉驾后再发生交通事故 那就后果更严重了 所以喝酒千万不要开车 或者是在酒精浓度还没有降下去去去动车 这不是为了钱和驾照 而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负责 哪里是为了自己的 就在酒精浓度达到 这里才会有个好处 你嘛 你不感じ我